这颗云南银春 整颗蹄根都有一定的变化 顶部的舍粒也比较自然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右边的长势比左边的要好一些 但是这个枝条只连着一半 再加上最好看的舍粒也被它遮挡 所以把它直接拿掉 银春的布丁芽比较多 经常修整干净 枝条的长势会更好一些 现在枝条还比较细 每个枝条上都有很多布丁芽 为了珍珠这些朝天生长的枝条 可以留下 等组织长出后再进行修剪 这个季节已经可以看到很多花芽 等初春就会看到开满大朵大朵的黄花 刚刚剪掉了大枝 重心往左偏移 把树桩斜着重 画面稳定性就会更好一些 这样一个大仿飘就基本形成 最后贴上锡纸 就得来年花卸完以后 再进行换盆和造型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小鹿 我们明天再见 三颗精确 造型看起来差不多 主干打弯的形状很漂亮 几个大枝基本都有下出上戏的情况 一方面个人不喜欢类似的枝条 另一方面想要充分显露出主干的变化线条 所以两个大枝都剪掉了 顶枝同样也是上出下戏 我用另一个枝条的根部做一个舍利 遮挡一下比较细的部位 另外一颗精确也比较类似 先把这个叶小枝剧掉 下面飘制想修剪一下留住整个大枝 可是左看右看感觉总是不舒服 而且整个重心偏往一边 还是狠心剪掉 剪完了这三盆精确 也感觉自己是不是剪得太狠了 但回头想一想 自己玩的盆景总要自己看得下去才行 如果觉得是缺陷 就算枝条饱满 自己看着别扭的话 就达不到观赏目的 即使现在的枝条还不够 起码我心里会有一份期待 剪完了三盆精确 你更喜欢哪一颗呢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